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 何不需要来个多巴日本大哥 好吗,棒美国爸,不爱我黑龙战 本人逼陈中,看你上一座草木英雄 打野牌,一人态度乱七的 李哥终于上台里 去尔圈有些谈特的和表情情况 快乐特别烦 本节目欲教娱乐 全部内容来自于台湾各路媒体 我们不知道新闻 我们只是台湾新闻的搬运工 我们不生产销料 因为台湾的新闻每天都有销料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哦 台湾是爵士滔滔的幸福之地 我会拿起扫把保卫台湾 我们当然要保紧美国爸爸的大腿 不要惹美国爸爸世纪 日本大狗哥好棒棒 鼓梅达斯阿姨 我们是白白世纪大剑人 不会缺电 不会缺蛋 不会断酒 我们是民进党刚弄三人组 莱克多瓦快报是你平时休闲的 最佳选择 让你话钱不多 着乐不小 有请本节目镇宅至宝 武统深发 请看今天的节目 最近台湾的诈骗集团IMB爆雷了 在台湾疯狂诈骗25亿平台的负责人 曾国伟父子洛王 该组织以平台贷的方式 以高收益为名 贩卖假债权 骗了不少人 煮饭的背景可以说是黑白两道通吃啊 他本身有黑社会背景 而且身上还有案底 为了不让被通缉的身份曝光 他改名字 洛王之后 警方在他的家里搜出了三百多万的现金 各类奢侈品价值超过千万 而被他诈骗的受害者 那是血本无归啊 随着事情不断的发酵 有媒体爆出 IMB背后有民进党官员的身影 甚至这些狗官平时就跟诈骗集团 是称兄道弟推背换斩 台湾的交通部长得力干将也被卷入其中 诈骗极端的嫌犯还参加过许多绿营的活动 被质疑民进党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 结果行政院的大剑人啊 陈剑人跳出来表示 影子的他人啊 并不公正 也无助于打击诈骗集团 看见了吗 各位 台湾那边诈骗集团如此的猖獗 归根结底就是政客跟骗子相互勾结 属于是王八看绿豆腾对上眼了 政客他本身就是骗子 骗子他更是骗子 属于是狼狈为奸 之前台湾版柬埔寨事件 就是因为背后有政客洗钱 现在台湾这都称诈骗一条龙了 活脱脱的诈骗岛啊 这里面最离谱的就是民进党的陈欧破 他的办公室就在诈骗集团的楼上 他用的车是诈骗集团提供的 可以说是诈骗集团包养了这些政客 又是提供住所 又是给专车助理 有好色的还定气给提供大娘们 比如说陈时中那个货 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归根结底是体制的问题 台湾是两年一小选 四年一大选 一个普通的民意代表参加竞选 就得花费上千万 这种模式下必然会滋生政商勾结 政客上台之后 他就必然要为背后的金主谋取利益 这问题他就是无解的 这眼瞅明年一月又要选举了 到时候不管你看上谁 民进党最终都能用他下三滥的手段赢 就是这哥们上位啊 你说你还选个啥呢 还连个禁止赖猪都赢不了 你说你怎么赢赖清德呢 所以憋的不说啊 赖清德动算就完事了 最近台湾在美国爸爸的催促之下 那真的是有点要疯的意思了 动员16岁以上的学生上战场 给腐败政客跟美国爸爸当炮灰 那可真是票投民进党学生上战场 直接嘎蹦就撞单 你觉得这够过分了吧 还有更过分的 上周咱们说了 台湾所有的派出所都开始招义务警察了 目的就是为了当炮灰去的 这还没完事 最近民进党又想出绝招 全台湾30万的保安也要上战场了 这还没完事 最近一名80岁的老爷爷都收到了教招书 80岁要上战场啊 灭绝人性啊 那可真是局势滔滔的幸福之地 菜马桶只要一去视察草莓兵 人家那是列队给菜马桶鞠躬 咔咔就给拒四个 看看人家这大小姐的牌面 哼那叫一个地道 说到大小姐估计好多人就想吐 你还真别看不起咱的蔡大小姐 虽然年纪不小了 年老也色衰 但是人家是不是没嫁人啊 可能也没孩子 说不定还是个老姑娘 这怎么她就不能是大小姐了 前两天有个台湾记者直接问蔡英文 你是大小姐吗 嘿 这记者真是上辈子长宠 这辈子你一求 她是两辈子没有眼眉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时给大小姐问的都语无伦次了 在那说半天没说出来什么话 这就有点不讲武德了 你说归说 笑鬼笑 别拿小影开玩笑 蔡马桶毕竟是辣台妹大小姐 而且没结婚 属于黄花大闺女 哪个大馅赶快给咱大小姐 破个粗吧 说不定就能让蔡马桶是人老信不老 越活越摸瞪啊 随着美国不断把台湾打造成巷战刺猬岛 炮灰number one之后 美国政客对于台湾放出的狂言是越来越多了 这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什么叫美国爸爸的爱 美国最近又通过了全新版本的台湾政策法 两个国会议员是大放厥词 说要在台湾复制乌克兰的交土作战 里面说要让台湾承诺全民上战场 并且就在台湾岛上要和老共打消耗战 第二说贷款给台湾90亿美元专门用于采购巷战用的武器 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的主权问题或建交表态 看见了吗台湾跑满 妥妥的白嫖啊 美国爸爸的爱是太猛烈了 2300万台湾人总遇碎 人人吃枪他才不乱 那可真是舍得台湾一身寡 敢把老共落下马 美国爸爸最爱我爱我爱到弄死我 我就问一句支持民进党 天天觉得美国爸爸最爱我那绿脑怪 现在你们的美国爸爸想让你们当炮灰送死呢 你们怎么琢磨这事 人家可是玩真的啊 第一批的刺针飞弹都已经到台湾了 你们怎么想啊 交土作战啊 朋友们好想这玩比最极端的武统派还猛啊 这才是真正的溜倒不溜人呢 你还别说 现在绿美只要是报到草莓兵的训练 他就是台湾要借鉴俄乌战争 听这话的意思了嘛 二战时期啊 有这种想法的是小本子 当时他玩总玉碎 结果呢 美国爸爸咔咔咔过去两个小朋友 小男孩跟小胖子 直接在日本上玩了把中级BBQ 当时小本子直接就投降了 现在咋地啊 台湾也想这么干是吗 你还别说啊 还真有二傻子是这么想的 最近啊 老骚炕就说 他说 如果老共用核武炸台湾 台湾人恨他一千年 好家伙还一千年 当初小本子在台湾 那是咔嚓了五十万人 你看现在台湾人最爱小本子了 美国现在是让台湾连男带女 不分老幼全去当炮灰 台湾人不照样爱美国 爱得死去活来的 怎么到了老共这就恨一千年呢 你这心里属有病知道吗 你赚那点钱不够你看病的知道吗 老共来了 昨天台湾那边有个新闻吓到我了 话说这不是俄乌战争 台湾那边跑去好几个当炮灰的吗 结果哭炸一下 又让世界看见台湾了 有一个姓潘的假传圣旨 把几个同行战友 骗到外面会面的地点 哗哗哗扔三个小雷 他两个战友差不点就没嘎了 之后乌克兰警方通过手机定位找到这个姓潘的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 断定姓潘的犯重罪 他要面临15年的监禁 那问题来了 这个货为什么这么狠 对战友下手 这货平时在网上吹嘘自己 在前线 自己男不二万 其实天天不干正事 他战友看不下去了 就在网上揭穿他的谎言 之后这姓潘的记仇了 就想把他战友直接给干了 还得说他战友是老共的间谍 好家伙太坏了 这反共都反到俄乌战场上去了 现在老实了 15年老底坐穿 还是在乌克兰坐老好吗 属实是让世界看见台湾了 看看台湾军人这道德水平 真的是道德沦丧 下面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大选 不主要是关注一下 咱们民进党的洒宝贝赖却德 自从上周赖却德在大学跟年轻人沟通 尬吹房价下跌被打脸之后 这周赖却德干了个大事 提名了台湾著名的诸葛票 嫁给日本大哥哥 天天被以库的鸡排妹 除了他以外 还有个大长花的头号大傻子林飞凡 专门让这个两个人 去最困难的选区那拼一拼 鸡排妹接受采访 说一切听从民进党的安排 去金门都可以 看看辈儿听话 只要哪个选区玩犊子 直接把鸡排妹叫来 就给下一个字的命令 拖 卡卡卡 选票就来了 那多来劲呢 好 话说这样的奇葩 在民进党里有好几个 比如说最知名的民进党 八大金刚 犯法狂魔鸡排妹 九万之神林飞凡 坑死阿中的焦糖哥哥 罢免天王王浩宇还有衣棍天后周玉寇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巴辣子 就这个一个个站一块 那真是鬼头哈佛脸 个个呢都是人才 民进党人才祭祭啊 下面进入连续区文快报 台北学校营养午餐价格上涨 里面这热狗打开一看 香肠只有三厘米 好家伙 比乌老谢的老二还短 基隆市则是连续三次食品安全问题 营养午餐里面的面包都是过期的 上面还有小虫子 哎呀 我今天看还有台湾的网军在大陆的微博上刷 台湾营养午餐好棒棒 哦 原来真的是挺好的哈 面包里面都给你加料 放点小虫子 让你补充蛋白质啊 最近台湾新闻爆出一件离奇的案件 一名台湾男子在公寓里点火 结果造成重大伤亡 本来一审二审 直接物理超度就完事了 结果到了三审啊 说他想灭口的那个人没事 所以不算故意的 直接死刑就变成无期了 哎呦 台湾的法治太健全了 太棒了 太讲人权了 尤其是坏人的人权 台湾省的跆拳道选手 在韩国比赛取得铜牌 领奖台上 他直接拿出五星红旗 他说跟着五星红旗走 感到背靠祖国的安全感跟荣誉感 好样的纯爷们啊 结果这一举动 直接让民进党炸毛了 又是插水表 又是网军出击 他说对他的造谣抹黑 根本就没有意义 他发文说台湾岛 真的是有言论自由吗 根本就是独裁的鬼岛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待的 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人士 该有的态度啊 台湾海大附中的毕业册封面 出现了五星红旗 哎呀 又有人投工了 结果这一下又把民进党的玻璃心 哭叉就给干碎了 又是要调查 又是要恐吓的 绿营的立委就在那喊 一定是老共的统战 哪有这么复杂 就是他们呀 从网上偷了一个大陆这边的插话 自己没审查 直接又用了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哎呀 这玻璃心还粘得好吗 每个星期都得碎好几次 最近在B站上一则 关于乌克兰爱国者被炸的视频下面 出现了草莓兵的留言 其中把爱国者的弱点说得一清二楚 这一下让岛内又炸锅了 说有叛徒 有阿兵哥投共了 台湾军方看到此事如此尴尬 匆忙表示 经调查查证之后 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和个人观点 未涉及泄密 初步调查是退役的士官 未来将针对他做好反情报的教育 还说要对这名士官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从台军的反应来看 这些肯定是真事 这里也跟台湾的阿兵哥们说一句 投共天地宽 朋友们 别给民进党贪官当炮灰了 最近台湾的行政院发了一个通知 说中国大陆人民不再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因此大陆地区人民是中华民国人民的相关解释作废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 两边都有宪法 中国大陆这边立法认定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人也可以来大陆办身份证 反过来台湾的伪政权也是这样的做法 不过他就是这么一条 并没有给大陆人实际的好处 民进党干这个事 其实就是跟大陆做切割 属于是两国论的范畴了 渐进是台独的逻辑 不过这些都属于是雕虫小鸡 没有意义 以前在意中的框架之下 两岸是制度竞争的关系 现在民进党借壳上市搞台独了 那就继续敌对关系 反正从法理上来讲 两岸还处于是内战的状态 所以不服就砰砰 说不定我们还没动手呢 美国爸爸已经把你们给祸祸的办死了 知道吗 最近台湾最后一名曾经被日军强征的慰安妇过世了 有台湾网友指出 拜登的狗死了 蔡英文哀悼 网红奶奶去世 蔡英文哀悼 安倍死了 蔡英文哀悼 作为台湾第一奔丧小能手 这件事蔡英文却没有任何的表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独的眼里 日本大哥哥永远好望棒 我阿妈永远是自愿的 最近有朋友说蔡英文明年一月份铁定下台了 那他有什么政绩呢 我这里正好有份统计表格 可以说他所有的竞选承诺没有一个兑现的 选举时他说要建住宅 结果台湾房价泡沫暴涨 他选举时说要解决青年薪水低的问题 结果这会青年直接上战场了 不用薪水了 彻底解决薪水问题 说要建设非核家园 结果是天天烧煤发电 非核这事再也不提了 不过在逆向成就方面 那才英文是无人能及呀 强制打高端 强制吃美国莱州吃日本大哥哥的福岛河时 每一件都能成为国际的笑谈 哎呀 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就完事了 龙应台不是说了吗 我不要大国崛起 我只要小民尊严 得了 鸡蛋你也吃不着了 莱州何时你管够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来自娃娃快报了 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 抢台湾的 胡说蔡英文 请台湾 破口无环 战就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